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星导中文电台听众 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去年因为香港爆发黑暴期间 曾经说过香港变成了一个黑社会 上星期提到 中国谴责澳洲在阿富汗的军事暴行 结果反而被西方政府和媒体群起义工 我们将这件事件引起的情况 无论是从不同的媒体 或是其他政府白布出来的消息 去印证一下 我们会发觉 真的与黑社会的运作有点相似 这件事发生没多久 澳洲总理莫里森都知道有问题 所以他就杀了制 但偏偏其他好像美国那样 还继续推波助澳 还说要支持澳洲政府 而且说中国 濫发虚假讯息 以及制作脅迫外交 我还特别留意到 大部分的西方传媒 在报道这一宗新闻 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冲突中 大部分的情况 都用中国和澳洲的军事 来做前提 然后把差不多澳洲在阿富汗的问题 非常淡化 有些甚至更糟糕地 把这个事件说澳洲政府 很负责任地 展开了调查 搞到连当事人 阿富汗方面的媒体 出了几天头版后 亦都说澳洲 做了十多年的坏事 拖了几年才公布 只是一个偎君子 但这件事 真是很有代表性 如果我们很具体看 每一个细节 我们会发现 当中的问题 都令人很失望 好像 这个例子 明明是澳洲有问题 而且之前 其他国家都发过声 但当中国发声的时候 突然间 情况就变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而且明明这种行动 这些军事暴行 完全违背了任何人权标准 但是为什么这些西方国家 在这种事件 明显已经打破了 所有道德底线底下 都还愿意去配合呢 尤其事实上 如果我们想想 我们过去这几年发生的 众多事情 同类型的情况 很多 好像香港暴乱 大家都明白 摆到明就是暴乱 摆到明就是破坏 为什么全西方的传媒 都会描绘成为民主抗争 到了之后 香港因为实施了国家安全法 令社会环境 趋向于稳定 亦恢复秩序 但是美国 一次又一次 制裁了十几个香港官员 不止 最近更加空前跳人 制裁了中国全国 人大常委会 14名副委员长 可以说 开创了非常恶劣的先例 因为 人大常委里面的 副委员长 全部都是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这样的行动 其实直接不就已经是等同挑衅中国 虽然我们不难明白 这个都是白宫政府 尝试在盛余的两个任期里 千方百计就要为未来的新总统 拜登 挖定 等他踩 但是 我们又不难发现 美国这么极端的行动 似乎一点都没有引起 西方国家 其他欧洲国家的任何反应 有不少 还得到相当多的支持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其实如果我们再将这些事情 切身处地 我们知道这些事情 再跟西方社会的 一些报道相比较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到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 有关于泰国 或者在利亚 或者委内瑞拉的情况 是不是真的好像 这些报道说的 缅甸的罗兴亚人 是不是真的被政府压迫 就连一直被描述为 十恶不赦的伊拉总统 侯塞恩 那些大杀伤力武器 到底又去了哪 所以有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就是在现在 西方世界主导之下的世界秩序 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一回事 而中国 在面对一个 这样的世界秩序的时候 又应该 要怎样来应对 所以 如果我们就这样看 现在西方社会的政治架构 从成形 发展 它的变化和规则 其实 都和黑社会的赤道 没有分别 而且 还在一个 没有什么法治 和维持秩序的 黑社会底下 例如 黑社会是怎样 起家的 很明显 就是靠拉帮结派 略夺维生 而现代 西方世界的财富 和力量是怎样积累 大家看历史都知道 我们通常叫这个 外卷 就是说 靠掠夺其他地方 其他财富而得回来 欧洲在殖民地年代 向美洲 和亚洲掠夺回来的 就是现在目前 整个西方世界的 基石所在 而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 也都明显地 和黑社会拉帮结派的仇杀 没有什么分别 搞完两场大撕杀 但是龙奉之后 当然 打赢的 就会获得 这些地区的控制权 从而 就可以收陀地 得到更加大的利益 而打输了的 就只能够认弟弟 听大佬吩咐 形成一个 以力量为先的联盟 所以很明显 现在的 西道 和黑社会的打地盘 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其意 黑社会是怎样宣传的 通常黑社会不会说自己是为非作歹 他们肯定会作出一些道理 就是说 在这个混乱的环境里 以忠义为名 利益为实 所以黑社会会说 在混乱之中维持秩序 以前说什么反征复明 最少都说坐强扶弱 慢慢 这些漂亮的藉口 当然站不住脚 开始变成收保护费 好像美国一直都强调 他们南海的军事行动 只是为了 保护南海航道 暢通 但是 到底 南海航道何时试过不暢通 大家都说不清楚 再看看现在 美国差不多日日 都有新的 反华措施 日日都有新花样 而每一次打着的什么招牌 都是说 为了世界的自由 甚至上 中国人保障他们的自由 这样的说法 而且 非常关心 在中国维吾尔族的 穆斯林 受到迫害 但是 偏偏美国在中东非洲的地区 不断攻击医生人教 失害大量平民 跟我们说 21世纪的公平公义 可以说 差了10万9千里 现在看上来 更加像是黑社会 开香堂 来审视 中国的一举一动 柳次 在疫情期间 中国有人发声 而被警方劝戒 西方世界 将这件事 吹到上天 说 只有什么自由民主 才能解决疫情 幸好这个世界 还有现实 很快 这个说法 变成了一个笑话 而在美国方面 也有些人 不满意因为疫情数据 造假 于是 这些人 会发声 在网上 放一些资料 结果发生什么事 特警组拿着步枪破门任屋搜查 更加令人感觉到讽刺 像《纽约时报》 或《CNN》 那样的主流传媒 他说到这些新闻时 的焦点 就是电脑被没收 以及当事人 有没有满用到医疗上的数据 第三 黑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最明显 黑社会中 特别挡快扑名 互相包庇 所以现在的政治环境 就像最封建的时候 即是 权方面 很快可以换人 总统 又或者皇帝 一下子可以换走 但力 真正的影响力 没有改变 依然是那群人在背后 操纵一切 即如美国的流行言员 说得很清楚 如果对抗不了 就与之为悟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即是想不归边 在一个黑社会环境内 真是没可能 例如鸿卿肯定不会认同东升邦 这是你死我的立场 同样地 鸿卿犯了几大的错 都轮不到外人来说 外人来质疑 即如好像澳洲人犯了军事暴行 西方传媒 西方国家可以批评 但肯定会轻轻大过 因为都是自己人 但西方社会 一定会保护澳洲 因为这样的战争罪行 其他西方国家 经常都会犯上 好像美国 亦都被指控在阿富汗 和关塔纳摩湾监狱 施行不人道的虐待 亦都被告上国际法庭 但是 就连这些调查的法官 都反而被美国制裁 更可怕的 这些情况 这些行为 不止美国一家 都是这样的 将事件政治化 道德化的 不止美国 还有法国 甚至可以说 整个西方世界 都是这样的 两个月前 法国 有教师 因为向学生 讲述 言论自由 和信仰自由 被恐怖袭击 在光天化之下 在大街上 直接被斩头 杀害 这件事件 我们不需要怀疑 一定是一宗 恐怖袭击 但是 这个事件 是否真的 与言论自由 有关系 事实上 根本不是 言论自由 而是黑社会的 拉帮 结牌 假如同一个老师 在教室里 讲的不是 无可莫得的漫画 而是反犹太人 或者是认同纳粹集中营的内容的话 我相信 他不单止 没有他什么言论自由 随时 没得了 兼而 可能被起诉 甚至一半 刑不入肉 我们还不难 找到一些真实的案例 好像差不多一星期前 一个法国作家 哈伏山 因为发表指责 以色列侵略巴基斯坦 和 敘利亚领土 被指 是反犹太人 而且涉及 种族歧视的观点 而被告上法庭 而且 还被法国的主流传媒 称为一个 极端有益分子 而且他 已经多次被判刑入肉 所以 由此可见 言论有没有自由 的话 还要看你 到底是说什么 而这个 和你依附的帮派 是什么 有绝对的关系 休息回来 继续大家看看 这个黑社会的国际关系 还有什么 恐怖的经历